早安 早安 今天的vlog比較不一樣 因為今天是我爸爸花葬的日子 所以 現在是早上九點鐘 然後 今天會帶亞瑟一起過去 對我來講是一個紀錄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花葬到底是什麼 好的我們要出發了 好的我們現在已經到達陽明山針扇園 然後 這邊一大片都是他們的花葬區 今天要來送阿公 有好多區 這上面也有 然後那邊也有 爸爸其實在生前有跟我討論過他 想要後世就是簡單就好 因為他 就是還跟我開玩笑說 到時候你就把我骨灰那個灑到海裡灑一灑 隨便灑一灑就好了 對 那但其實現在有 樹葬花葬 也有海葬 只是海葬好像還蠻麻煩 就是真的要出海去灑到海裡這樣 像這種花葬他就是 也是要經過火化的過程 然後把 他會把骨灰磨得比較細緻 然後就是埋到花葡底下 我爸爸離開的那一天 然後我就跟亞瑟 因為我其實每天都會跟他說話 然後我那天就是跟亞瑟說 就說阿公離開了這樣子 他那時候就是看著我 然後眼睛睜超大 他有時候真的聽得懂人話 然後那天他就 定格無妙欸 然後我就傻眼想說天哪 狗狗還真的還蠻有靈性 他就是陪著我爸爸這樣子 然後爸爸也很喜歡他 rid 我的天像剛剛那樣子阿 就是整個儀式就算完成 非常的簡單 然後就是那個骨灰在 ministries 然後裡面過一陣子它就會分解掉了 所以也是非常的環保 一切圓滿完成 如果要來看爸爸的話 就是到剛剛那一區 可以獻個花 但如果要放一些供奉的用品的話 就是要帶完再帶走這樣子 因為他身體很長 所以你腳腿要開一點 然後一個腳給他放腳 對 他的身體太長 是嗎 記住你那個只要大卡車經過 你就讓他走或是進也那麼高 看他曉得你怎麼前面那麼後面 閃一點就對了 因為你講機會 機會都是留給有準備的 對啊 對不對 你有準備 你就不要怕 那你機會不來也無所謂 成敗不要看得太多 平常心就是說 做就對了 你想做 去做就對了 來來來 你先把這擺在包包裡面 拜拜 拜拜 我真的沒辦法剪這種影片欸 就是想要跟大家說 好好珍惜順便的人 然後好好的珍惜每個當下 因為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情都不知道 然後你們想做什麼事情 就去做 就像我爸講的一樣 因為畢竟這是人生一定會經歷到的事情 生離死不了 我會繼續帶著他的溫暖跟他的愛 然後繼續走下去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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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